西班牙臺灣青年商會舉辦西班牙 僑學界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 國慶參會 包括駐西班牙代表柯森耀 經濟族長李明熙 僑務秘書孫樹莉等 駐外館同仁 眷屬以及當地僑胞 近百人參加 一起為臺灣的生日舉杯祝福 由西班牙臺灣青年商會所舉辦的 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國慶參會 包括駐西班牙代表柯森耀 等駐外館同仁 眷屬 以及當地僑胞 留學生等 近百人在場內熱絡寒暄 在西班牙臺灣青商會會長成員兵的主持下 參會揭開序幕 他向在場僑胞表示歡迎 並介紹青商會的重要幹部 鼓勵僑界青年踴躍加入青商會 我們西班牙臺灣青商會 今天很榮幸地舉辦 雙十國慶的聚餐 在瑪德里的沙拉利亚 找到一個很特別 很漂亮的環境 邀請大家 朋友們 還有代表主人 來跟我們一起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 柯森耀代表感謝臺灣青商會 讓西班牙僑胞能夠團結 一起感受國慶喜悅 呼籲大家配合並支持國家的新政策 不管現在的政府是哪個政府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在這裡的僑胞 能夠作為我們政府的成功 讓政府能夠出來 同時也可以做政府的後盾 讓政府平靜靜的在外面打開來支持它 我剛走進來有點像 過一個時光隧道的感覺 那現在看到全部都是年輕人比較多 我跟我們高興感覺 感覺上為年輕人至少三十歲 柯森耀邀請在座僑胞起立 一起為中華民國的生日舉杯祝福 現場僑界青年相當多 大家在美輪美奂的宴會廳邊享用美食邊溝通聯繹 把握難得的相聚時光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辦得很成功 然後希望中華民國可以長長久久 然後在西班牙的臺灣人也可以幸福快樂 希望我們臺灣中華民國大家能夠更進步 大家都非常的快樂 為了加深僑胞對臺灣的了解 青商會準備了國慶相關題目 優勝者還能獲得獎金 柯森耀代表也在成員B會長及僑界先進的陪同下 主桌敬酒表達對中華民國的祝福 臺灣宏觀電視張以利 西班牙馬德里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